術後使用的止痛藥是很大 大概只有一次或兩次的劑量 幾乎沒有使用到止痛藥 術後的腎臟功能目前是1.75 完全是正常人的腎臟功能 所以我想做一個總結 雞雞手臂的腎臟移手術 雞雞手臂可以在肌小的空間裡面完成精細的手術 達到傷口小 術後縮短恢復期提高精確度 而且能避免病化症的目的 其實放進去對病人來講並沒有什麼傷害 並沒有什麼傷害 除非我剛剛有想到 可能或許小孩子 我們可能要再評估一下 他能不能承受雞雞手臂的一些動作 那個我們還要再累積一些經驗 但是一般的成人來講 我相信我們以後雞雞手臂 在做身上衣紙應該是一個理性性的做法